中国大陆疫情持续升温 15号新增超过5000人确诊 是两年来最高 状况相当严峻 吉林 广东 上海 这个疫情还在发展中 部分地方生生的速度还要快 吉林省灾情重中之重 三间方舱医院不够用 当局赶紧盖起第四座 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亲自前来视察 而在深圳街头架起铁丝网 广州广教会馆展览到一半 说关就关 上外民众只能慢慢排队 等着做检测 类似的画面也出现在上海 大楼 社区一个个关 检测队伍排过一个又一个街区 要停课了所以要忙回去 每次就上网课 然后现在回不去 长途公交车站已经封掉了 互相之间出行 一直都是保持要做核酸的一个状态 有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们依旧这个上海的疫情 进入到了一个新的爆发阶段 那所以也要做好这个封城的一个准备 工业中正深圳商业中心上海接连停摆 更糟的是北京也拉起警报 我们有侧带有房贷 然后在家办公肯定就没有上班的时候 赚钱这方面嘛 我觉得是我们最大的影响 精华区复利城 见外SOHO拉起封锁线 民众无奈 国家统计局也发出警告 多地出现了散发疫情 各地区的疫情形势 还有所趋极 那么这样客观上会对当地的经济的恢复 造成一定的影响 疫情制约消费 加上地缘冲突加剧 企业成本压力不断加大 当局承诺 将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 提供农资支持 大约新闻秋凯文编译